说这个前两天 湖南的有一名公交车司机 眼看着开错车到了 交警上前一看啊 开公交还酒驾 哎呦这赶紧带回去处理吧 一开始司机呀 嘴欠还便捷几句 结果这个一位女警官 直接就给她喷懵了 你一边要退几百人 甚至上千亿人 你现在都不离开公交车 你还要是你要是吧 还无法来替你做几个礼物 你把你家交的手机 你把你家交的神经 造成指高文字约纠气 你开了开始干什么了 把他们的那个法人代表 还有经理还有筹队长 就过来进行约谈 然后要求公司 就是给每一个分队 配备那个酒精测试 每天早上 所有驾驶员出行之前 都希望他们进行斗筋测试 如果是有那个 就后的那个嫌疑 都建议是不要开车 你这个人的东西 这些人的相机 我们都建议是有的 就是有那种 有的